朱宗慶打擊樂團今年的春季音樂會 將讓音樂家們在台上用打擊樂對決 這是本土知名作家賴德和 有感於全球戰爭不斷而創作的曲目 雖然它不是一個真的戲劇化的音樂 可是它在很多的音樂語法上 感覺就已經有那個互相對峙 那種互相尬鼓的感覺了 東西方鑼鼓熱鬧對陣 十位打擊樂手在鼓鎮中不停變幻走位 鼓聲一拉一往迸發出對決鼓鼓 其實老師主要就是希望畫面是流動的感覺 然後還有那個音響上也是互相流動的 它不是真的非常的規格 所以我們大家必須要花費很多的腦力 然後一直不斷的排練 然後試走那個位子啊 花上一個多月被捕練團 豬團演藝大師作品 挑戰大揮灑空間更多 就是我跟崑源老師兩位小鼓的演奏者 我們可以在老師的控制的小結束當中 自由的發揮 然後兩個人彼此的對話 那從可能彼此的互相不認同 到後來好像達到某種默契 然後玩了起來 朱宗慶打擊樂團帶來新春新曲《對決》 由本土知名作曲家賴德河量身打造 春季音樂會中 除了將一口氣帶來三首全新委託創作 相隔18年再次集結四位鋼琴好手 擴大規模挑戰喬治安塞爾的機械芭蕾 重現高難度樂曲